主公 丞相 丞相 许优 丞相 丞相 快 南洋古人许优 靠见蒙哥宫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元少不能相容 我如再不来头 恐性命难保啊 这是天上掉下一座金山呀 惨的 蒙德兄才相助 大事可成 说我一拜 不敢 不敢 蒙德兄请起 蒙德兄 高义呀 望领相迎 着实令在下 受处若尽 见到你许优 我岂能不得意忘形吧 走走走 好 请你去说话 真想呢 不信 行 来 请 说说话 为何来偷啊 今日 我曾给元少献一击 让他集四十万大军 分作两个路 一路十万人马 养公年的大营 另一路集三十万精兵 竟取续长 我告诉元少 我告诉元少 无论这两路人马哪一路能够得手 你曹蒙德都将大败 元少果真如此用兵 我必忘 可惜啊 忠言逆耳 庸主非但不听 反而要记下我这颗想上的头颅 留作他日后问罪 良辰使庸主真爱人生莫大的痛苦 如此妙计元少怎么会不用呢 元少他认为你诡计多端 你连堂堂的大汉天子 都能用来行骗 岂不会设下伏兵 又使我们去偷袭 世恩都说我多疑 看来还有人比我更多疑 翁德 你已经把他们给吓怕了 说徐游之言 其实你曹蒙德远没有那么强大 可恰恰 就是那些庸人心目中对你的恐惧 不仅助长 而且成就了你的强大 精辟 深刻 除了你 徐游 我永远也听不到这么精彩的褒奖 越是精辟之言 就越有杀神之祸 实在是无奈了 今天我才转头晕 如蒙德兄不弃 从今以后 许有苑孝全马之劳 兄台啊 你早就该来偷我了 这天底下 只有我 能配得上你的满腹才华 孟德兄 挂枪呢 孟德啊 容我问你一事 还望 你能够如实相告 你我现在已经是同州公纪 我们是荣辱与共的兄弟 我任何事情都不会瞒你 好 蒙德兄 你军中的粮草 尚可直升多少时 兄台果然是高人哪 一问就问到我的痛处 我此次出征 原本带了百日军粮 不料耗损巨大 现在 还有五十日呢 未必吧 我跟旁人是这么说的 但是实际上 还有一个月呢 可悲啊 我许又冒死前来 诚心相同 原以为是起暗投明了 可孟德兄 你根本不相信我 兵法云 兵不厌诈 我跟你说了 你可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免得乱了我的军心哪 我目前 只有十日的军粮啊 曹孟德啊曹孟德 难怪世人都说你是尖熊 看来 看来 他们都太低俗了 根本就不了解 我认为 你是尖熊之祖 古今无双 空前绝后 是尖熊之祖 是尖熊之祖 是尖熊之祖